炮彈聲四起 濃濃黑煙 瀰漫各處 以色列和哈馬斯持續交戰 以軍先前出動坦克 押近南部大城甘尤尼斯 現在加強包圍哈馬斯 在賈巴利亞和謝賈亞的最後根據地 雨水混雜黃土道路成了一片泥泞 加薩近日下了一場隔夜大雨 讓當地原先就嚴峻的局勢 更加惡化 醫院外救護車一輛 接著一輛加薩走廊南部 靠近埃及邊境的拉法 發生襲擊後 大批巴勒斯坦傷患 抵達科威特醫院 隨著尾巴衝突越演越烈 以色列如今也面臨 越來越大的國際壓力 就連美國也開始施壓 美國總統拜登日前才批評 以色列的無差別轟炸 現在白宮國家安全顧問 蘇利文也預定前往當地 會見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再次強調美方立場 甚至有消息指出拜登政府準備要延緩 向以色列出售兩萬多支美智步槍 不管聯合國壓倒性地通過決議 也不顧美方的施壓 總理納坦雅胡繼續向軍隊喊話 直到獲得最後勝利前 絕對不會停止攻勢 以色列外交部長也揚言 即使國際間不支持 以色列還是會繼續這場戰爭 進行為林志玲 呂一玲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一手掌握新聞